這邊要放A1 為什麼要放A1呢? 因為要進行篩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篩選 其實在以色歷裡面 最好查詢的功能就是篩選 篩選可以做得非常的複雜 裡面的話有交集有連擊等等的都可以做到 然後再怎麼樣呢 因為你查完你給他一個條件之後 再把它Ctrl Shift向右向下 或者用Ctrl Shift加EMD也可以全選 不過這裡一樣 我建議各位用Ctrl Shift加這個AND 我建議用向下 向右再向下 比較保險 因為Ctrl Shift加EMD 有的時候會跑過頭 有的時候 但是不一定全部 所以比較保險的是Ctrl Shift向右向下 會多一行而已 OK 然後再把它複製 這個時候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再來貼上 再來做什麼欄寬自動調整一下 然後並且怎麼樣呢 並且把取消選取 所以會放在那個 就把它放回來 放回來就對了 然後記得再取消這個選取的動作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示範一次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假設我們開啟問題5 要開始錄製囉 請各位等一下彩排的時候 先把這個動作 先稍微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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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先 先彩排過 確定沒有問題再來做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因為可能 我做 因為做很多次了 所以比較熟 那如果你們還不太熟 可以先 先 Review一下 你大家做什麼 盡量不要就是 錄下一些不應該做的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游標先不要放這裡 因為等一下我要錄這個動作 OK 所以游標放外面的部分就好了 然後呢 再來什麼 在做那個錄製劇期之前 我先把這個打開一下 那我們就錄製 名稱叫做 這邊開發人員 錄製劇 那劇集名稱的話 我叫做篩選業務好了 篩選業務 篩選業務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第一個動作按確定對不對 第二個動作呢 我要錄A1 放這邊 因為你篩選的時候 他要先知道 你那個藍的頭在哪裡 所以你如果放別藍 有的時候他會篩選到 那底下的列 所以第一個A1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到什麼 再到那個資料裡面 有個篩選 所以其實 應該各位應該都有用過吧 這個只要利用他 就可以篩選出很多東西出來了 甚至他有進階 我們用篩選就可以了 那篩選之後的話 以哪一個當篩選條件呢 因為我要篩選業務 所以你把業務這邊點一下 然後呢 你可以把全選打勾取消 直接打一個小咪就可以 其中一個就可以 因為他錄下來 那個會有一個參數 叫Criteria 裡面就會放一個小咪的字串 那當然你可以把那個字串改掉 他以後就變成活的了 OK 然後呢 按一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只會出現小咪 然後呢 我們就怎麼樣 把找到的結果 怎麼樣 複製貼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所以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怎樣 Ctrl C 因為全選之後就複製嘛 複製完之後呢 再切到新的工作表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改一個小咪兩個字 因為我們 那當然這個等一下還可以再修改 小咪 因為我改了名稱對不對 那改名稱的動作 他也會入進來 再移到A1 然後怎樣 Ctrl V貼上 改名之後貼上 那藍寬一定不對 有沒有你會發現那個藍寬不OK 所以怎麼樣呢 再到常用裡面的什麼呢 這個格式裡面有個什麼 自動調整藍寬的功能 因為這樣子的話 它自動 全部自動調整好 否則你要一個個慢慢調 一個慢慢調 你全部錄進去也會很混亂 所以一個動作就OK了 自動調整藍寬 那錄下來這個動作叫Selection 點什麼呢 Auto Fits 那因為我有一個Selection 所以特別注意喔 只要在那個VBA裡面有沒有 你要指令你現在選取區域 就是一個Selection 物件 Selection 物件 就代表什麼 你現在被選取的這個範圍 OK 然後你就把點一下 點的話就有個方法 叫Auto Fits 所以點下去 它會執行一個動作 叫做Auto Fits 再來的話呢 你取消選取 取消選取方法很簡單 再點一下這邊的A1 這樣就取消掉了對不對 取消掉之後呢 再點回來什麼呢 問題7 OK 其實你可以改啦 我後來改個名字 反正你就點回來問題7 OK 那最後怎麼樣 因為它現在還在什麼呢 篩選的狀態 所以要做什麼 資料裡面怎麼樣 把它篩選取消 取消囉 OK 那最後最好是什麼 因為現在還在選舉狀態 看起來好像不太美觀 所以最好怎麼樣 就是直接移到什麼 移到最上面的A1 再點一下 就回到原點了 OK 所以你錄下來 會有什麼 又什麼回到A1.slash 那個實際上就是要讓它達到 至少不要讓使用者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你還在選舉狀態 為什麼還停在下面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錄完對不對 所以 再回到什麼 停止錄製 就完成囉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就去看一下劇集裡面 有沒有一個篩選 有對不對 或者你到Visual Basic裡面也有了 它會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 這邊會有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篩選 有沒有 那這裡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看到 Active Window 什麼Score Roll 這個 就是捲軸啊 如果你看到這個 可以第一個先把它刪掉 因為這些都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所以做完之後有沒有 你會發現 就是這幾行 那這幾行 其實再來我就怎麼樣 只要改這個Criteria 這個就是參數嘛 Criteria 1 它這邊不是一個小咪對不對 其實把這個小咪改成X 然後在前面加一個什麼 Input Box 這個時候它加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替換這個條件 這第一個 第一個要修改 第二個要修改是哪裡呢 就是這邊喔 這邊有個什麼呢 欸 add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我想你們慢慢會習慣 schutz是什麼 schutz工作表對不對 新增一個 新增在哪裡呢 它會有前跟後對不對 新增在後 後面 冒號等於就是參數 給它什麼呢 給它schutz.com 這個其實你們也可以記下來 就是它取的就是 現在總共會有幾工作表 那我就是把新增到最後面的意思啦 反正有幾個 那個最後面那個就對了 那再來喔 其實就把下面這行刪掉 把這行刪掉 然後這個 這個名稱的話喔 其實就是把這個 schutz.com 怎麼樣 把它感觸C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一個工作表1 因為以後呢 不見得每一個都叫工作表1 但是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小咪怎麼樣 也當參數 所以這邊有個參數 這邊有個參數 那最後的話喔 我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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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